探索宇宙人生真相 見證世間因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 由《罪言堂送幸福著》 第279集 明善惡 辨是非 因才師教 段惡集 改命運 智慧第一 尊敬的各位師傅 各位師兄 大家上午好 現在是2016年4月13日 10時36分 還是由老宋跟大家帶來今天的分享 我們《罪言堂共修群》中 每天晚上都有共修 根據大家根氣的不同 我們會隔一段時間換一個共修的內容 不是一成不變的 嚴格來說 我們其實應該是一門深入 長期分修 但是 因為根氣的不同 法門各異 所以 我們在這個不同的時間段 會照顧到大家的感受 來換一個經文或咒語做共修內容 同時 亦普及經文 咒語 讓大家對這些經咒有大概的了解 即使你不共修 經常在群內 能看到管理員對這些經咒的介紹 同時 亦看到大家念中之後的一些感應或反饋 對這些經咒 生起信心 大家念的這個經咒 是真實的 是佛講的 那你念的那個經咒 亦都是真實的 亦都是佛講的 大家都有感應 都有信心 你有沒有呀? 亦都有了 任何事情一推你 就會得到 亦都期待 大家可以將家人 朋友 邀請進群 一齊共修 功德是非常大的 看一小時電視 參加一小時共修 這是天養之別 現在這些節目 亂七八糟的東西很多 很容易就將你帶到歪道上 宣化上人 古觀音菩薩再來 曾經多次提到 電視是當代最大的魔 好形象呀 現在再加一個電腦 很多東西你都不想看 亦都會跳出來一個廣告 隨便打開一個網頁 裡面的導航 都是 殺 盜 淫 網 似乎現代人 如果想成名 沒些色情的 沒些殺綠的 也沒有些變態的 都很難 很多網絡直播為了紅 就是它的主播 竟然吃大便 飲滴滴胃 來展現自己的英勇 這個是不是很愚痴呀 不單是愚痴 是極度愚痴 你看哪個正常人 會去飲毒藥的 哪個正常人 會去吃大便呢 沒有呀 這個是不是一種反常呀 不正常呀 靠不正常的行為 來搏取眼球 大家是將你當成笑話看 大家是抱著一個看熱鬧的心態來看你 即使你有了一些名氣 亦都是臭微軟陽 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優良品德 我們講究什麼呢 講究做善事 做好事 對人民 對後人 有意義的事情 而留方千古 而不是做一些非正常的事情 來圍湊萬年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最嚴堂的同修 已經聽老宋講故事的同修 如果你的小朋友還在玩電腦 那一定要安裝一些防護軟件 避免讓小朋友看到不健康的東西 這種軟件是有的 如果看電視 亦都有專門的頻道 小朋友 少兒之旅的 其他就不要進去 能夠令他少些接觸 就令他少些接觸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得行不夠 教育不好 現在有很多傳統文化學院 可以讓他們進去學習 很多師兄發心做一些書包 含弟子規 我們小區樓下就有這樣的一家 一間屋仔 建得古香古色 裡面有很多義工發心 教小朋友念三字經 弟子規 並跟大家講解 這是非常之好 將中國傳統文化弘揚開來 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什麼是黑 什麼是白 什麼是孝順 什麼是五易 什麼是和諧 什麼是混亂 讓小朋友從小 形成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最起碼在人道的範圍之內 我們要走得正 而不走歪路 我們家長朋友們 要做一個好樣子出來 千萬不要看小 作為父母這個榜樣的力量 千萬不要看小 小朋友的學習能力 模仿的能力 你怎樣做 小朋友就怎樣模仿 小朋友就是你的鏡 我們是鏡之外的人 小朋友就是鏡裡面的你 如果你是天上月 小朋友就是湖中的倒影 有時候也不可以一美去怪罪小朋友 當小朋友犯錯的時候 也要看看自己 是不是和小朋友犯同樣的錯 是啊 我小時候吃煙很少 大概就是七、八歲 一年級、二年級 具體年齡已經無從考究 我都不記得太清楚了 當時我那位同學 家裡都頗為富裕 因為他的家人是在合肥打工 而我們都是農村土生土長 他爺爺喜歡吃煙 煙的名叫做西經 東西的西 京城的京 這個煙盒我還有些記憶 似乎是紅色的 但是也不敢確定 沒有過濾嘴 有時候 我這個同學 就經常把這個煙拿到學校 我們在上課之前 關上課室門 偷偷吃煙 我們學的是誰呀 學的是大人的樣子 在課室裡面 坐在桌上 腳放在椅上 撩起二郎腿 喜歡套個圈 間中還從鼻裡 把煙吹出來 大家互相模仿 看可以套出幾個圈 看誰吃煙的姿勢更多 從哪裡學來的 從榜樣學來的 從父母長輩那裡學來的 時不時往門外觀望一下 有沒有老師經過 在心經膽戰中 找那種刺激 吃了好幾個月 家人也沒有發覺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就知道 我也買不起煙 當時 家裡的錢 經常是五毫 一元 就是全部的資產 有時候 經常是沒錢 怎麼辦呢 沒有雞生了蛋 然後拿些雞蛋去換些東西 經常去借些米 借些麵 農村也不夠吃 我小時候 包產到戶那個時間 都不長 當時的產量很低 同時 大家耕地的經驗很少 照搬的是大鑊飯那種模式去做 記得 我媽跟我說 包產到戶的第一年 我們分了好幾畝地 應該有六七畝地 其中三畝地種的是粟米 這三畝粟米收了多少呢 想一想 你可能都會笑 我爸爸趕那個無路車 就把這三畝粟米 都放在一輛車上面 放上去 我媽媽還要坐在粟米上面 大家想一想可以收多少 我猜上可能都幾百斤吧 我們現在產量提升了 也懂種地了 有很多化肥了 農村可以收個千多斤 以前我們三畝地 千收幾百斤 我看那個樣子 是兩百多斤 可憐啊 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這裏我不止其他人 就是我和我家人 窮成這樣 前世肯定是沒有職什麼德 所以 路宋只能拼命講故事 講因果 多行報師 來改變命運 路宋吃煙吃得好早 戒煙也戒得好早 那時候 終於有一次 有一天 我回床的時候 看到被鬥下面 發現了五毫子 我將這五毫子 買了一盒 好像叫大光 大是大小的大 光是光明的光 還買了一盒 叫馬櫻花 馬是馬到成功的馬 櫻花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鄰國日本 最有名的一種花 記得除了這兩盒煙之外 還帶了一盒火柴 還是一個打火機 你看這五毫子的購買力 最後被父母發現了 狠狠地打了我一頓 如果跟大家描述 當時打得有多狠 用幾個字就可以形容 感覺不是親生的 這是賣豆腐送的 賣紅番薯汁的 打到狠到 不過現在想一想 很感恩 就是因為那一頓毒打 老宋徹底戒煙 不再吃了 聞見煙味 就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說 我很感恩我的父母 大家有時候要想 父母到底是要和我一些好 還是嚴厲一些好 這是真的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關鍵是要對人、對時 現在講究不看佛小朋友 有時候我不是很認同 有句話叫 棒棍下出孝子 未必全對 但在有些時候 都還是可以用得上 一頓棍棒 黑骨銘心 很多惡集就改了 我老家有一個朋友 是我小學的同學 他之前做了很多不善的事 比如說 拋棄自己的妻子 在外面找小三 帶回家 又不和妻子離婚 又要和小三一起過 當然還有其他的行為 賭博 打架 鬥牛 還要沾野一些好像毒品之類的東西 終於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 因為某件事被關入大陸 關了半年 是去年年底 還是今年年初出獄的 出獄之後 和之前 好像變了一個人 沒有以前那麼囂張拔戶 變得 守本分一些 語氣、語言 也更有禮貌 入監獄之前 出獄之後 判若兩人 監獄 我相信 是沒有一個人願意進去的 遇到事情 也是找律師 找關係 拼命地減刑 是不是件壞事 是啊 但是 這件事對於我這個朋友來說 是不是件好事 是啊 就離四十的人了 如果不是這次監獄的洗禮 這一生 可能就毀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懂得對錯 不明白善惡 不明白黑白 在監獄中受受苦 受下教育 被父母教得好 這個叫做 塞翁失馬 焉之飛福 港大的家長朋友們 我們是現在做好教育好呢 還是將來讓小朋友去到監獄裡 由警察來教育呢 不要被所謂的教育家洗腦 要合理運用教育的模式、方法 不可以天天打 也不可以只靠說服教育 是不是 現在我們時代不同了 但是80後、70後的人 尤其是在農村的 應該見過牛爐拉車吧 你如果沒有那個邊 你在那裡求個爐 喂 兄弟 求下你啊 你用力啊 跑快些啊 它可不可以聽得明白呢 關鍵時候 一條邊 走得比什麼都要快 所以 我們要因才師教 根據你小朋友的雜氣、品性 來達到教育的目的 就好像佛陀教育我們眾生一樣 八萬四千種根氣 眾生八萬四千種病 對應佛法八萬四千種法門 我們能不能一個死板 一個教條的模式呢 不可以 同時我們又回去之前 我們能不能更好地教育 教化自己的家人呢 多些學傳統文化 多些學弟子規 你在聚賢堂共修 或者在寺廟裡共修 或者在網上聽聽高僧大德講經 我們不去看那些亂七八糟的節目 多一份正能量在身邊 留一份陽光在心中 我們的生活就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路送的分享 能對大家有啟發 就請多多轉發 法報師 功德無量 阿 咪 妥 佛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屠虎 若有見聞者 適發菩提心 盡此一步生 同生極樂國 願意此講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給諸偉善知識 回向給所有聽小故事 轉發小故事 不成佛 人人回歸極樂佛國 阿 咪 妥 佛 好 阿 咪 妥 佛 阿 咪 妥 阿 咪 妥